大家好,我是明菊的登山向导 在这些年带客人进行商业攀登的过程中 我被预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如何进行攀登前的训练 那咱们今天再来聊到这个话题 那以下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经验的分享 如果你在这些训练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了不舒服,及时就一 其实我自己是把登山的训练分为三个部分 哪三个呢 第一个是有氧训练 目的是为了锻炼我心肺的能力 提高我有氧的预知 第二大类呢,是基础力量训练 这个其实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 看似登山呀,骑车呀,马拉松呀 都是有氧训练 所以大家就不重视力量训练 但是这点非常重要 第三个就是专项训练 那当你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不满足于商业盘登 你想向着更高的这个技术型山峰进行进军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到专项训练 咱们先说有氧训练 有氧训练想到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这个骑车呀,游泳啊,跑步啊 这是咱们最先想到的 但是如果你是以登山为目的 最好的有氧训练一定是越野跑 而且还可以提高你的协调性 身体的平衡能力 更重要的一点是可以让你对各种地形 各种地貌进行熟悉 在真正的大山中行走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到那么害怕 可能说我因为条件有限 不能去山里越野跑啊 那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替代 就是说我可以用路跑加爬楼 这两种方法进行替代 一样可以起到这个越野跑的这样的一部分的功效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不是你做什么运动 而是你要选择到适合自己 并且让自己觉得不那么痛苦的运动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推荐有氧的训练的频率的话 是一周大概两到三次 那一次的时间最好在一个小时 那你想一想 如果每周用两到三个小时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会非常痛苦 对不对 第二点我们来说说基础力量训练 这个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 因为人们一说登山 就感觉到它是一个有氧运动 我不要做那种无氧的力量训练 我不想练成那种是瓦星格 当然你也练不到 这么说实话 那我觉得呢 如果你想作为一个人健康的活下去 然后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均衡的发展 让你的体型更好看 然后让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各个机能 保持着年轻的活力 那么基础力量训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自己在力量训练上 我会做三大象加三小象 三大象就是 握推 深蹲和硬拉 先说握推吧 握推呢 其实主要是练及的是我们胸部 三角肌 还有弓三等等的这个 推的力量的这个一个训练 挺好的训练 为什么要练胸部呢 其实因为我们攀岩的人 很多时候都习惯性的这种驼背 那是因为你的这个胸部啊 尤其是胸小肌 胸大肌的力量得不到均衡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握推的训练 还有一点呢 是什么呢 就你一个男的 如果你这个前面有胸肌的话 会相对好看一些 是不是 穿衣服会相对更好看 如果你不想做握推呢 也没关系 你可以不做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硬拉 那这个我觉得是好像你从事各种运动啊 你都要去练习的一个东西 那硬拉的它锻炼哪些部位呢 锻炼其实是整个你身体的后链的一个训练 对于你的核心 对于你的腰背 对于你的这个腿部 臀部都能够起到很有效的刺激 而且呢 是硬拉这个训练呢 是我们人体啊 靠自己的能力 能够拽起最大重量 最沉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我觉得硬拉还是应该练一练的 就是比较推荐哈 我自己训练的第三个就是深蹲 那深蹲其实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做这个登山哈 你的腿部的力量就变得格外的重要 那我滑雪 那我臀部臀中肌啊 臀大肌的力量也很重要 其实不管是这个高杠的深蹲 低杠的深蹲 那不管你是练这个近前的 近后的都没有关系 你要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 从一开始去相对标准的动作 去小重量去练习 找到这个规律之后 去学习提高了之后 再增大重量 然后再增加各种花样 我觉得三大象里面深蹲 我觉得是一定要练的 硬拉是比较推荐 握推呢 如果你希望形体更美一些 也可以去做一做 那还有三小象 这个三小象是我自己命名的 其实人家没有这么说的 那其实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实力举 也就是我们说的站姿的杠铃推举 站姿的杠铃推举 那他的训练的部位呢 其实主要是针对我们三脚肌 那还是出于个人的原因 我觉得一个男的穿衣服好看 那肩宽很重要 那三脚肌呢 尤其是我们三脚肌的中束 那么你越发达 你的身体的体型就会好看一些 所以我觉得杠铃的这个推举 你可以去练一练 第五个动作就是说引体向上 那引体向上就不用说了 你看看那些攀岩运动员 你看这些攀兵的爱好者 他们都会做到这个引体向上的训练 那最开始的话 可能说我只能做一个 或者说我一个都做不起来 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那一点点去增加这个次数 那次数增加到15个左右的时候 我们就一次能做15的时候 就不要再增加次数了 是我个人的想法 那我会增加负重 就是我开始做这个负重的训练 那负重我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用所谓的这个叫壮举5乘5 就是一种力量训练的这个方法 那每组做5个 那一次做5组 那每次每组的这个重量 负重的重量都是一样的 那假如我每次都做这个10公斤 那我第一次做完了 那我到这个下一周的 到这周的第二次训练的时候呢 我可以增加 假如说像我自己 用这种小的杠铃片 只增加1公斤 那我来一丁点一丁点 一丁点提高自己的这个负重 让身体的这个对负荷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很多时候我们健身房 用的这个杠铃片 最小的是2.5公斤 你两边杠铃一加 一下上5公斤 那我觉得这个 对于一个普通的爱好者而言 可能一下这个越阶的台阶比较高 所以你可以自己买这种小的杠铃片 带到健身房 那引力向上也有很多种 那你除了可以说增加次数 增加负重之外 你还有很多的这个变种训练方法 假如说宽具的 那窄具的 打字机的 各种各样的方法 都可以去训练 前提是不要受伤的前前提 好吧 那最后一个训练的 其实是更多的 针对我们在山上 然后徒步行走的一个训练 就是我们的 举种训练 你可以是杠铃的这个举种 也有一些那个健身房 有他的器械 可以进行这个体肿 就是锻炼你这个小腿肌肉的力量 那我们长时间负重在山上行走 那这样的基础力量是很重要的 很多朋友说我家附近没有健身房 或者说我不想去健身房 在家里做一些徒手的训练 我也主要做三类 也可以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复活撑一类 你各种复活撑 假如说宽具的 窄具的 钻石的 然后这个标准的 然后腰间的 你做各种各样的复活撑 那除了腹肠 我还会做这个 直立板上的这个引体向上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次数 各种各样的频率 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负重 就是不断去变换 它让给肌肉新鲜的这个刺激 如果你是不去健身房的话 建议你再加一个keep上 找那种核心的力量训练 那第三个部分我想谈的就是 专项力量训练 专项力量这个训练 你听这个名词也就知道 其实它是针对我们登山这个运动而言 如果你是只是说 我想爬个哈巴 爬个大峰 这种走路就能够上去的山 那么这些训练你可以不做 但是说我慢慢的想像技术型山峰发展 或者说我想去尝试攀岩 想尝试攀兵 那我觉得专项训练就要该加上 专项训练包括什么呢 最主要一点的就是我的上肢的 假如我想这个引体向上 你就一定要有 然后还有重要的就是直立的训练 尤其是攀岩的直立和小臂的耐力的训练 就要加上 我自己呢其实也特别喜欢滑雪 那我会做平衡型的训练 在飞雪机会做什么呢 平衡版 你踩平衡版的训练 他可以很好地锻炼你 这个平衡能力 OK我以上讲的这些内容呢 都是我自己基于我自己的情况 为了这个生活和爱好兼顾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进行的一些选择 一些训练那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高效 那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 那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做 投币支持哦 栩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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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